姿佑姐 妳說妳很懶得動嘛 對不對 但是妳現在又一直動得很愉快 這台是什麼機器 對 其實因為我之前 整個肚子的力量 跟大腿的力量都不見了 那不見了之後 其實妳站 走路就很容易 後來我就跟幾個健身教練在聊 他們就說姿佑 我跟妳講 妳就回去超慢跑 妳真的只要一個運動的姿勢 腳尖腳掌就可以了 妳的腳跟不用落地 妳只有用到腳掌跟腳尖 所以妳對膝蓋是沒有傷害的 所以妳看妳這樣子在踩的一個過程 妳膝蓋是很輕鬆很柔軟的 那其實健身房的那一種的速度 是太快了 後來發現那個傳數帶對老人 其實也是 讓他們有時候會有壓力 因為妳沒有等到它完全停下來 其實是很容易 對 那個要等 它踩起來好輕鬆 可是身體有熱的感覺 但是膝蓋不會這麼這麼的吃力 然後它 你看我們四個人在用 是一點聲音都沒有 對 所以他們也不會吵到別人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來調阻力 我們棒數調整就從這裡對不對 是 妳可以越來越重 所以男生或者老人來用 也是非常實用 它這邊可以幫妳算卡路里 還可以算妳這樣子 踏完的總次數 最重要有時間可以幫妳 妳自己去測 一分鐘之後妳可以走到幾步 妳踩在我們這個木質的踏板上 它上面有腳底按摩的顆粒 所以如果說過年在家或是假期 其實也沒有啦 平常也一樣 平常就可以用了 我們就可以考慮一下 超慢跑機在家裡 來輔助我們做運動 等一下 不膏 不膏 呢 停